有一位十九歲吃宵吃 在運動後 學習出現一頓稍稍的感覺 順便稍稍出回來 因為這樣 來到自己學習來得很受治療 經過電腦斷層 和學校檢驗檢測 有意外的發現 科學的話 我是覺得說 那種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科學方式蠻特別的 就是說它 投出來的血量 我覺得跟一般的那種科學 比較不一樣 那種感覺上那種痰 整個好像應該不是 一般的看到的那種學識 那種感覺是整個都是科學的那種情形 一會兒已經心靠外科之後 發現了在醫學很少看到的 一般會更從大條會更做這麼合併 稍微的便利 它的血沒有經過正常的肺循環 心臟從左心室打出去的血 供應你的身體 那可是回到右心室 右心房跟右心室之後呢 需要打到我們的肺裡面去行氧氣交換 所以這個就是肺刀賣 那理論上正常是從肺精脈 再回來到左心房 結果呢 謝小姐它有一段 非常非常大的部分呢 這段就不見了 反而是從主動賣這裡過來 那主動賣這裡過來 它本來就是氧氣已經比較好的血液 來這邊之後再繞回去其實是多次一區 所以它並不能承受這麼高的血液供應 紋線上大概只有幾十例的病例 這是一個單一的體循環的動脈去支配肺骨 這次手術用胸腔內飾鏡的技術 從親像大股肉粗的不正常大條肺椅 跟別人 以此 這獨得民窮的血液 反正就不再撒毀了 那因為現在用胸腔內飾鏡最主要是 昂貴的耗產現在健保在一兩年前開始有起伏 所以其實對病人的負擔小很多 那最重要就是說 大概通常是三到四個傷口 最大的那個傷口看每個醫師不一樣 那像這個狀況大概三四公分左右 所以恢復的疼痛程度因為差很多 少很多所以病人的恢徒是蠻快 其實撒毀是有原因的 如果民眾有撒毀跟學兵其他方法的問題 要前往行禁全科醫師問診 接受相關的檢查 來摘出症候的病情 在這裡帶一支治療 這樣就可以有健康的人生